恭喜马达师学位大师 尊敬的我们 博师 敬中学会 同修 以及 诸位护法 大家六四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墨学在借这个 共修 这个姻缘呢 来跟大家接个法院 也互相鼓励 希望我们 这一生当中 我们能够 医到这个 净土 也能够来 一起念佛 要如何来珍惜 所谓的 稀有难逢的一天 那我们要好好抓住这个姻缘 尊敬的 明了一幢事情 如果大家 能够 去留意啊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 此方一切 把这个 没了生死 明是长 这个 这个 塞加墨尼佛 在这一部 《弥陀经》 为我们 起出这点问题 你的寿命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无量寿 就是说你的寿命无法去计算 所以你在西方级的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 那你必定是成佛的 那个是一定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寿命无量 一般大臣经里面不是讲 你需要阿森启节才能够成佛 但是迷陀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是阿森启节 就是说无量的阿森启节 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了 从这一部迷陀经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国土 一切诸佛岔土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十方诸佛如来 在这一部《阿弥陀经》 你看看到六方佛来做证明 证明什么 你要相信 你的寿命很长 你能够成佛 这个就是在佛书阿弥陀经为我们启示的 但是大家很少人知道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说命太长 很无聊 这句话不能乱说的 不能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佛法 不能用自己的愚痴 来看佛的话 佛所说的经 不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到西方吉德之内的寿命无量 为什么不去呢 这边辛辛苦苦的 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照顾 顶多也一百岁 一百岁过后 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管你有大福贵 不管你有辛苦 不管你有多少的财产 你有多高的地位 你还是离不开这个社会 你还是带不走 所以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这一部阿弥陀经 劝导我们 你要念佛 那我们要听话 所以 用这个音缘呢 我再跟大家继续来 讲讲 这个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鼓励 因为 在这个环境 我们容易推散 就是说我们的心 容易退步 退转 那我们一起聚会 来 研究 来学习 来启发 我们这个菩提 道心 起码将来 你在这个社会 你在这个环境 你的人生 比任何人 更幸福 更快乐 这个就是佛法的用处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我为什么每一天在西方解释的世界 天天都要讲尖 受法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 希望大家好好来用功 因为时间不多 一个星期 只有一次 顶多也二十分钟 顶多也三十分钟 希望你们 把你的心放在这里 不要胡思乱想 想来想去 想东 想南 想北 你一定要 把你的心 把你的眼睛 把你的耳朵 放在我们学习当中 你就获得很大的利益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一段呢 事实不退 就是我们往生西方解释的世界的关键 但是事实不退呢 它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深信 这两个字 你没有深信净土 你那个心 事实的不退 起不来 那为什么需要深信净土 因为现在这个末法时代 尊敬的 这个末法时代 法弱 魔强 很多一些人啊 谣言啊 影响 甚至于有些念佛念了几十年 到最后动摇了 对佛没有信心 不念佛了 很多耶 不要说你们 连很多法师 到最后 出家人哦 本来念佛念了几十年 到最后你看 心就变化了 心也动摇了 不念阿弥陀佛了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不要让我们的这个信念被动摇 因为很多人现在谣言嘛 哎呀 那个净土法门啊 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这个念佛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如何如何 所以很多人呢 智慧 没有 容易被动摇了 被动摇了 也随着这个动摇 摇源 跟着这个摇源就去走了 那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深信 这个信 非常重要 我们看下面 首先要跟大家讲讲的信 这个句 要跟大家先讲这个字 希望大家好好听 把你们的信放在这个地方 你看 我们念佛不但是信心最重要 而且一切法门都离不开信 这个字 都离不开啊 释迦牟尼佛讲 经说法有八万四千法门 都离不开这个信 比如 为什么佛讲经 讲的法一定要从乳是我闻开始呢 你看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 每一部经 经文一开头 必须一定要从乳是我闻开始的 而且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交代阿难尊者 以后 结极经典的时候 必须一定要加上 如是我闻 为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如是最主要是讲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每一部经必须要从这个 如是我闻开端 一开头 必须要从这一段经文开始 就是要告诉你们 因为如是而得表法 就是讲信这一个字 所以信是一个手段 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佛法更深的一层 你不从信而建立的 你没办法进入佛法的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是非常的深刻的 你没有这个深信 你没办法进入的 所以必须一定要从乳是我闻一开端 那比方说 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 阿瑟瑟王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阿瑟瑟王的故事 有没有呢 有没有 你看阿瑟瑟王临终的时候 他的果报现前 什么果报呢 无间地狱的果报 因为他放过五日十二 但是阿瑟瑟王他的命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这个因缘遇到了大善事事 就是遇到了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劝导他 你现在写什么法门都来不及了 你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你要赶快相信阿弥陀佛 你要发愿到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没想到阿瑟瑟王他相信 所以临终的那一刻他发大誓愿 我这一生深信阿弥陀佛 相信西方极的世界 我这一生意义我要往生西方净土 没想到因为这个因缘就有他的命 他本来要堕在无间地狱的 就是这个因缘救了他的命 那从这个故事我们来看 谁救了他 他自己 佛只是为他给他指一条明灯 指一条明路 关键是他自己要不要去落实 而自己谁救了自己呢 就是他的深信相信这个法门 救了他自己本身 所以他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他的品位很高 犯了五逆十二的人 本来是无间地狱的 因为临终的那一刻 他往生发大誓愿 没想到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他的中上品的品位 那个很高的品位 那今天我们如果来念佛 那可能品位更高了 你看连这个阿瑟瑟王念佛 临终的那一刻 犯了五逆十二 他品位都这么高 你们怎么能够输给阿瑟瑟王呢 你看你们身体又这么健康 你们也不可能犯了五逆十二 对不对 你看你们的佛这么好 又天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念佛 你们再能够聚会 我们雪梨你看 连出一个门就很难 真的啊 你看师父每次要丢垃圾的时候 那些对面隔壁邻居 都看到我就笑我 笑我什么 你看戴口罩 你看只是丢垃圾而已 要戴口罩 不然又罚款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了 信这个字 能够帮助一个人 只要你相信佛的话 你就能够得救 你不相信佛的话 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烦恼去照应 那将来果报 自己自说了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所以佛在华原经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了 讲什么呢 你看 信为道元功德母 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常养一切诸善法 善跟善法都是一样 所以你的善法 你的善根 从哪里建立起来的 都是从信心而建立的 所以信心是重道之源 功德之母 若没有信心 一切善法是不能增长的 有深信 一切善法 修行才能增长 一切功德才能拯救 而且最重要的 我们的法身贵命 都是从深信而生起的 今天你能够得人生 闻到佛法从哪里来的 你对三宝有相信了 你过去深中 对三宝曾经借过语言 你曾经听过这个法宝 你曾经听过这个佛法 所以你这一生又得人生 得人生又能够闻到佛法 所以今天你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遇到净土 不是偶尔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偶尔的 就是因为你过去深中 种了许许多多的上根 这一生又遇到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尊佛要出现在这个世界很久 你看那个米勒菩萨 还多长时间才能够出现 57亿600万年 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每一尊佛到这个世间 只讲一些事情最主要的 因为它出现 都是因为其他的宗教做不到 如果世界上的宗教能够做得到 佛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不会的 而世间的宗教做不到是哪一件事 了生死 他们做不到 因为他们最后的只到天界 他没办法 天界没办法了生死的 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的 佛法才能够带到我们 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尊敬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珍惜 要好好念佛 好 我们再看下面 看下面 那念佛的人 首先一定要以信为基本 一定要为信以基本 因为这个是基础 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节 说得很详细 我现在把它总和起来 分为七种来说法 所以偶一大师 为我们说明 把这个信 讲得很详细 非常详细 所以借这个因缘 跟大家来分享 信有几种 总共有七种 哪七种 我们看第一种 是什么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相信 相信谁的话 相信佛的话 信佛言 佛是指谁呢 就是指我们的教主 我们的教主是谁 释迦牟尼佛 而我们的教主 今天教我们念什么 念阿弥陀佛 第一要信的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法语 你看 我们的教主 他不但没有教我们 念他的名号 而且 请我们赶快念阿弥陀佛 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 其他宗教 首先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 你首先必须要相信的 这个佛教的区别 跟其他的宗教都是不一样 首先叫你要相信佛言 你看那个基督教听主教 你一进入你就 你就明白了 首先先叫你相信谁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真的大慈大悲 他不教我们念他的名号 他有没有生气 没有 他没有生气 固执我们 赶快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教我们要互相的赞叹 不要互相激怒 你明白吗 那我们人平平常常犯这个毛病 什么毛病 基督心很大 那我们今天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一天不基督心的 请举手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听话 你真的要听话 你要老实 我教你怎么念 你又跟着怎么念 对你一定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下面 佛是怎么说的 佛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你看到佛一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而法会三百以会 结集起来有经历论三藏 我们应当要遵守依照佛所说的法 来修行来念佛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看佛讲经了四十九年 整部大藏经从经历论 大部分的就是教我们修什么 教我们修念这句阿弥陀佛啊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因为释迦牟尼佛本身也是成佛念阿弥陀佛的 所以我过去跟着悟行法师去了很多国家 我以前疫情之前 我跟悟行法师到美国到欧洲很多地方 我曾经我们看下面 我曾经看到的听到的 但是在西澳师父没有遇到了 这说明啊 这个西澳的上根深厚 我看到很多人曾经啊 有时候问我 有时候问悟行法师 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应当要念释迦牟尼佛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而念阿弥陀佛呢 我常常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甚至于有一些不同的宗教也是这样的问过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当要知道 是我们的教主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而且在阿弥陀经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连世的四次都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要遵从老师的教会来念阿弥陀佛 你看 那弥陀经里面连续的四次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弥陀经非常的特别 没有人邀请释迦牟尼佛主动来为我们讲这一部经 而在这一部经 在大众 在这个随称的地址 四次劝导我们你要念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这样讲 为什么五问之说 因为没有人知道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的 唯有佛以佛方能知道 方程知道 所以连续的四次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只劝一次 从来没有超过 两次三次的 但是在这一部经很特别很怪 联系的四次 告诉你们 你要听话 你要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看下面 秋老师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佛的弟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一定要依教奉行 照佛所说的话 来念阿弥陀佛 所以不要拐弯抹角 要听话 要老实 有利而武害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很多 明明释迦牟尼佛说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但还是拐弯抹角 所以你看害了释迦牟尼佛讲了经讲了49年 为我们介绍了八万四千法门 你想一想 如果大家听话老实 释迦牟尼佛只讲五量 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人生 他也是一样 没有别的 也是为我们介绍 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看我们这个时代会出现一千尊佛 释迦牟尼佛是排第四 米勒菩萨排第五的 那后面的995 将来出现到这个人间 也是为我们介绍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我们今天能够遇到了 闻到了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赶快念 怎么念呢 那才个重要 很多人会念佛 跟不会念佛有区别的 有些人念佛心得清净 有些人念佛夜念一三万 我们就是这样的 念佛夜三万 你看看你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样的 有没有心有没有清净 没有啊 心有没有 静下 有没有这个散乱有没有减少 没有 所以会念的人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得到利益了 不会念阿弥陀佛的 你念了一百万 一万声 你还是一样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我们一定要相信 所以呢 不但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 连续的试词 那我们看下面最后的 不但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佛在法华经 你看法华经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还有华眼经 最后一品 宝积经 大积经 我们的净土三经一论 无量无边的大臣经典 无量无边的法门 都劝劝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那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明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以呢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既然我们今天念佛了 那就专修念佛法门 就要专念阿弥陀佛 老实听话 又深信佛所说的教会 这个我们必须一定要知道 那对于念佛的人 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首先一定要 从深信开始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现代这个末法时代 法若磨墙 有许许多多种种的议员杂说 往往站着其他的立场 来看佛法 使人对净土法门 会产生种种的怀疑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必须要 从深信净土开始 没有深信净土开始 你是没办法的 但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 诸佛如来 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 联系的四次 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什么原因 它的好处在哪里 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对我们末法的时代 对我们末法的众生 有什么大的帮助 为什么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道理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 释迦牟尼佛 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要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但是最大的重要 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才能够让我们有很大的深信 对于净土法人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师父不敢 这个时间讲得太长 最主要的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认真 要老实 要听话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修净土法门的秘诀 只要你能够老实听话 最主要下面的就是真干 你真正去做 你真正去修行 你真正去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你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佛法只有自己经过自己的修行 才能够感觉到佛法的利益 只要经过自己的修持 才能够获得佛法的无量无边的利益 没有经过自己的修行 你是不会感触到佛法的微妙 佛法的殊胜 佛法的快乐 这个简单来跟大家说明 我们下个星期都是一样的时间 礼拜六 再来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六四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大家阿弥陀佛